朋友们好,这次飞移向上大会引起了很多人的一个关注 但是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我曾经说过 几乎上这次参演的演员和老艺术家们 没有一个逃过了被骂的这么一个结局 为什么?这些人该骂吗? 其实在这里,大家应该看到这个问题 也应该重视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先不要说为什么要骂他们 首先就应该说,骂它就是不对的 有问题,大家可以谈,可以摆出来 现在就是自媒体时代嘛 每个人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 那么你为什么非要去骂呢? 侮辱,攻击他人呢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怪圈 那么有的人说,那么多人骂 难道你不感觉奇怪吗? 那么你不知道这个问题存在于哪儿吗? 我真不知道 难道您想给我一个概念 就是这么多人都在骂 那么他们就是不对的 那么我想反问大家 最近我们的流浪气球飘到了美国 美国国会419比0 全票通过 一致谴责我国的这个行为 那怎么说? 他们人家全票通过 那就是我们错了吗? 我们一再解释 一再说明 对吧 但是人家该谴责你还是谴责你啊 难道错了吗? 那么我再说一个啊 就是那些年 那群人 大家懂? 懂不懂? 哦,这个事不能再直接说 全国人民都在做那件事 那是正确的吗? 是对的吗? 那么此一时彼一时啊 所以说大家不要说是 那么多人骂 他们肯定有问题 不一定 还有一句话支撑着 我所讲的这个理论 谎言说一千遍 就变成了真理 这才是支撑 你们只要是这些 体制内的相声演员 一出现 你们就开骂的心理依托的依据 就是这么简单 也就证明 有相当一群 这个思维跟观念 观点 极其薄弱的一群人 而且认知认识 极其的短浅 汉人一直有一些人 质疑江坤先生 他不会说向上 然后他的作品太少了 然后这个 这个他不会传统活 利用这个取鞋的权限 打压谋射 这个真是我已经说过一千遍了 江坤1983年 就被授予了十大孝星 他的排名 紧随马迹大师其后 十大孝星 他排在他师父的后面 他排第二位 我们1983年 那个时候 我们的评判 比现在落后吗 江坤的作品少 江坤作品集里面 将近三百段的相声 包括江坤自己创作的 还有说是江坤现在作品少了 七十多岁了 而且还担任着全国取鞋主席的重要的职位 这个职务 你家老人七十多岁 你还让他出去干活去吗 即使外人 你也不能这样去侮辱 去打击讥讽一个七寻老人 这个话我说了很多遍了 就说是江坤老师 说是他不会传统活 相声必须要会传统活吗 马记大师 他用过多少传统活 而且说江坤的基本功不行 在某次采访时候 还不是说 在某个晚会上 现场表演 记者采访的时候 他临时说了一个罐口 那也是七十来岁的一个老人 那人家基本功不行 基本功不行 在这个相声圈里面 混成现在 就是一个大老级别的存在 你去混呢 这么好混 你怎么不去呢 什么德不佩妹 江坤做了哪件事情 只要一提到这个问题上 就是江坤先生打压谋射 那么我想问问大家 2021年 2021年 郭德纲先生 主动转发了取邪的反三俗 包括抵制 这个封建行规的一个倡议书 那这怎么叫打压呀 我这个视频包括这些内容啊 其实我说过安辩了 但是我们 大家说那是迫于压力 开玩笑 那德云社 他不是这个取邪的会员 他不受取邪的约束 他只受文化部门的管理 取邪对他没有管理权限 很多行政权限 那都对于取邪他没有 大家搞没搞明白 还有就是 我看很多博主都发出了那个视频啊 我再跟大家讲一遍 很多人说 为什么没有天津那个社团和德云社 为什么不请他 为什么要请啊 我说过很多遍这个问题了 你自己不申请 还要别人去邀请你 别人想去去不了 你想去去不了 你写一万张申请表 你也去不了 你不配 明白了吗 如果大家想带节奏的话 那朋友们 那这个节奏你带不起来 大家不感觉特别奇怪吗 在评论区里面啊 直播室那个评论区里面 那么多人口径一致 就是在粘贴复制 这有人在带节奏 所以说我们很多朋友 就把这个节奏就带起来了 而且在这里 我要想郑重的跟大家说 你们不要以为在替老郭 郭老师这个教员名不平 然后去 我是在替郭老师这个骂人 这个你们是在给郭老师挖坑 那取鞋 那取义部 那取义界那是一盘 一大家 大家看一看 人家郭老师可现在很多年了 与这个所谓的取习人员 接触非常密切 然后我们很多的人 就是在这里面互相撕扯 在这里面最关键就是那几个播主 在带节奏 这可不是在帮郭老师 这是在给他挖坑 有事说事 为什么要骂人 为什么要黑人 很多人都在我评论区下面留言 不黑他黑谁 大家听听用的这个词汇 因为他们就是为了黑的 而不是因为要解决问题 说事拉理 那朋友们 这样明显 这么下作的手段 明晃晃就说了 我就黑他 因为他黑 我就黑他 大家看我的视频 我从来没有黑过任何人 就是摆事实讲道理 你听就听 而且在我评论区里面 很多人都用骂人 你们就这水准吗 那你说你在那骂人 人家能不骂你吗 如果正常留言 正常交流 没有一个会反驳 有很多时候 我们一些那个粉丝朋友 我在跟你说事 你怎么开始怼我呢 大家一定你自己先看一看 你自己说的是个什么 你上来就汤汤汤汤汤 把你自认为 自以为是的一些东西 倒听途说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主流 非主流的问题 这个主流与非主流的问题 我下个视频再跟大家讲 大家不要认为 就是这个主流和非主流 是个什么好话 非主流 那是在自己贬低自己 那么这个话题 我会在下个视频里 跟大家讲 因为很多人就说 我们就是非主流 因为你不知道 什么叫非主流 非主流 它的含义是什么 还有一个就是 江坤 大家都在传 是江坤老师分出的主流 与非主流 你们自己去搜一搜 这个江坤老师 这个视频 很容易就能搜得到 你们真的 有很多人 我 就有 对某些啊 见识非常短浅 井底之蛙的那一群人 我感觉你们带节奏 带的就是 怎么讲呢 挺匪夷所思的 但是我更惊讶 就是我们很多网友朋友 你们去搜一搜 江坤到底是怎么说的 这个主流与非主流 是怎么提起来的 是怎么说的 是谁在划定 这个主流与非主流 所以说 真的朋友们 我这个标题 就叫做 是谁在为郭德纲 挖坑树敌 你们这样 就是在给郭老师挖坑 这不是在帮郭老师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明白话 很多人 不管三七二十一 上来就是骂 你说你们带着这种心态 别人说啥 你都认为 是在只要我们不骂 这个所谓的主流 就是跟郭德纲不是一伙的 不对 我告诉你们 我们希望郭德纲好 我们希望 我们这些个体的 这个剧场社团发展好 因为这是我们 一贯的我们国家的一个政策 共同富裕 而且是大力的扶持 我们个体 但是大家就认为 替郭德纲 我骂两句 我就是爱着德云社 爱着郭德纲 我就是在挺他 你见过我们生活当中 你为了去挺一个人 或者你跟他关心好 你张嘴去骂别人 有那么干的吗 那不是在为他树敌吗 你那不是在给他挖坑吗 你骂完了 你拍拍屁股走了 谁在那遭罪啊 大家能明白吗 我希望能听明白话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